因為這一胎的害息很嚴重 所以在前面初期的孕期根本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要吃什麼 結果能吃得下去就還不錯了這樣 但從中期開始我的食慾比較穩定之後 其實對於吃進去的食物我自己的要求也蠻高的 那就盡量的補充營養然後營養均衡 那當然因為孕婦的血糖穩定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糖分的攝取我也很注意 再來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做一些我自己體力可以負荷的運動 但因為基本上我們家兒子現在運動量很大 我每天跟著他屁股後面跑 我的運動量其實也蠻大的 哪一隻都沒有關係 我就消毒了那一隻 所以這樣就好了嗎 對 這樣子 會痛嗎 有血出來 然後就把它 完全不會痛 把血滴到我們的那個血糖的柿子片上面 柿子片上面 那一般我們都會希望不要一直用力去擠啊 因為用力去擠啊 你有一些組織也會跑出啊 那血糖就相對不準 兩個姊姊年紀比較大嘛 那這一胎 胎動很明顯 所以當然他們都會摸得到 從肚皮外面就摸得到胎動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哇好興奮 好神奇這樣 那陡宅的話 因為他還比較小 不懂事 可是他常常就會跑過來 然後看到我肚子這麼大 他就會摸兩下然後親一個這樣 就覺得哇好可愛喔 感覺他們都已經準備好要一起迎接這個新生命 那老公我幫忙帶小孩嗎 喔完全 他從我懷孕前其實就是一個超級神隊友 我都說他是神隊長 那懷孕之後當然更是無微不至得體貼跟照顧 但因為他最近剛好有接到戲 所以他最近比較忙碌 但是因為在家裡 媽媽還有我女兒也都會幫忙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很幸福很開心 前期害喜真的比較嚴重 就是四個半月前 哇每天都是頭昏腦漲的 但是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其實現在都很舒服 然後包含他的胎動 我也覺得好舒服喔 因為陡宅那時候胎動就一步 不知道是在跳高跳遠 還是在踢蛙式 那現在的話就是覺得 他的胎動很平凡但是很可愛 就好像在裡面跟我玩遊戲的感覺 那這一胎你胖了幾公斤 跟上一胎平凡 目前的話 差不多是八公斤 是你標準的 對就是 其實還是比 對比那個正常值高了一些些 但因為我的體質也真的是 比較容易胖的體質 所以目前控制在這樣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謝謝 我今天也能看到 好嗎 謝謝